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了解心法在哪里呢 在眼 就是见 你每天能见 能够闻 能够嗅 能够谈话 受可以抓东西 可以做事 可以执事 在主运奔 那都是心法 心法是在时方 在随时 在日常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体会呢 因为它本来是精明之心 没有分别 没有取舍 没有善恶 但是我们把它分成六个作用 六个作用呢 眼叫做见 耳叫做闻 那眼见也没有关系 但是眼见色 产生了攀缘 耳闻声 产生了分别 鼻嗅香 有喜欢 有不喜欢 有美 有丑 有好 有物 所以就开始呢 就产生了和合的现象 嘴巴讲话 东讲一个 西讲一个 谈的都不是实相之理 而是散乱 戏论 所以就产生了这些颠倒的问题 这些问题呢 在生活中啊 我们就陷入异团混乱 他就不再是精 不再是明 我们一般说这个人很精明啊 在讲精明是一个负面词啊 就非常的聪明 很会算计 但是在这里呢 谈到的精明啊 是一种纯粹 一种智慧 精 就是心不攀缘 不颠倒 明 就是宝石 心地的光明 没有染污 没有无明 那本来是精明 灵明妙觉之心啊 因为攀缘颠倒 而成为六个作用 六个作用 如果继续再让它攀缘下去 那就没完没了的轮回 所以现在呢 要知道哦 一心既无随处解脱 要能够呢 回到了这个本体啊 你明白这个道理 不要在这个心面上呢 直妄为真 把攀缘心当成是一种真实的状态 哎呀 我现在心情不好哦 哦 好真实哦 心情不好最大 无明最大 那你的清静心就不见啊 其实不是不见 是你把这个妄想心啊 哦 把它当成是很宝贝 哦 那这样子呢 你就会被这个妄念所转哦 那也要怎么办 你就不解脱啊 一心既无随处解脱 如果你知道呢 这个心是无形无相随缘 而产生的作用啊 即作即了 你就能够解脱 随处解脱 三生鱼嘛说 意在什么处 只为道流 一切持求心不能歇 上他古人 嫌激净 好 那这个呢 就是在讲啊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其实修行很简单啊 你每天每天的生活 就是在过的过程当中 保持自己的心 不要被这些境界所卡住啊 每天每天有各式各样的 冰来降挡 水来吐烟 每天呢 都是在这个应对 进退当中 那 意在什么处呢 就是你的意义啊 就是注意自己啊 不要再持求 你的心如果不要持求 就有所求哦 你的心就很痛苦啊 心停不下来 我要求什么呢 求啊 要有成功 求被人看见 求自己有所表现 那另外一种呢 哎呀 我都不求 我不在乎 我不执着 我不执着 其实心里面呢 又输不起 怕输 所以就先讲在前面说 没有关系 我们不执着 不计较 那不管是说什么 都是一种持求啦 那你要不执着 不计较 就要求别人 觉得自己修行好 我都不计较 那你如果不计较 你为什么还要讲我不计较呢 那所以啊 一切持求啊 就是心就不能解脱啊 也不能停止 如果发现自己的心 始终都是在各式各样的分别 就开始痛苦啊 这个也不满意 那个也不满意 这个也要起烦恼 那个也要起烦恼 那你的心呢 就一定啊 落入了持求之心 如果呢 我都随缘 敬奋 尽心尽力 却又很开心 每天都觉得 哎呀 很很棒啊 有很多好事发生 有很多这个带着大众一起修行 眼睛可以看 耳朵可以听 真的是活活泼泼的 零零妙诀 真的很殊胜啊 我们这心怎么这么好用 那你随时啊 都在解脱 所以呢 一切持求呢 是求什么 求一个潘元啊 不歇就是因为啊 你是在意啊 那如果我们知道啊 原来这心本还就有这些 这个作用 通贯十方的妙用 那就随缘来善用其心 那这个就是要了解心啊 叫心法 大德时光可惜 只你堂加勃勃地 学禅学道任名任具 求佛求祖 求善知识异度 莫错道流 而只有一个父母 更求何物 而自反照看 古人云 眼若达多 失雀头 求心 歇触即无事 这里又谈到呢 眼若达多 眼若达多 是楞严经理的一位美男子 这个美男子呢 他每天都要看头 看自己的脸 照镜子啊 哎呀 太美了 太帅了 太好看了 怎么世界上啊 有这么稀有难得的大帅哥呢 这个眼若达多啊 每天的例行公事 故隐自怜 每天就觉得很快乐 因为他实在是太好看了 觉得很好看呢 哎 结果啊 有一天啊 突然神经就打结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个念头呢 突然之间呢 一个突发奇想啊 那也就在想哦 我今天呢 看到这个镜子里面 那个头是我的啊 哎 那么好看的头啊 在镜子里 那我的头呢 我真的头 跑去哪里的呢 就迷头认影啊 镜子里面 那个头 这镜子的头是真的 那我现在这个头不见了啊 哇 这个叫失去头嘛 因为没有人看过自己的头啊 都透过镜子 那头在镜子里面 那我的真头就不见了啊 有这么离谱的事情吗 哎 就是开始啊 就发生了离谱的事情哦 为什么 因为他就开始发狂了 发狂了 就开始在找头啊 到处去问 我的头呢 我的头呢 还我头来啊 每个人都听到这句话 真的是笑掉大牙 说你的头就好好的在你的头上啊 你为什么要去找你的头呢 这叫头上安头啊 头上寻头 骑牛找牛 你的心在哪里 你不用求啊 这里就讲哦 我们呢 我们呢 花很多时间做什么 时光可惜 执你旁家勃勃地 学禅学道 我在修行哦 我来学法 学法学什么呢 认名认据 哎呀 我来听法 我听了好多的名词 我觉得呢 我知道 我会灭盘 菩提 空性 空中神 妙友 十相 无相 你看 有很多的名词 我都懂 都懂了 结果发现什么 我虽然呢 哎呀 知识累积很多 可是啊 常常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啊 乱七八糟的行为 言语 来自于什么 自以为懂 哎呀 因为我要表现我很懂 我要表现我很会 我要表现我开悟 结果根本就是怎样 眼若达多啊 那你每天只要是在意别人 是不是看见我啊 是不是啊 说我做得很好啊 你的念头啊 就是跑去认名认据 被名相所转 哎呀 我是这个大法师啊 哦 我是的住持啊 哦 我是监院啊 哦 我怎么都没有名字啊 那我是谁啊 就是为了这个名字 为了这个文具 就在那个地方转过来啊 转过去 求佛 求主啊 求善 知识异度 就是希望呢 有人来了解我啊 有人来开导我 有人来让我 可以开悟啊 哇 你真的就是眼若达多了啦 眼若达多 失去头了吗 没有 没有失去头 但是他总是觉得自己不行 自己不会 自己不可以 所以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没有信心 那为什么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这件事情 是没有认识自己 当我们没有信心 我们就觉得要别人来肯定 要别人来认识我 你怎么可以不肯定我 我这么努力 那这最后呢 你就会很辛苦啊 为什么 因为你本来就很好啊 那你就浪费很多时间 在那里起无谓的烦恼 所以呢 灵济一旋禅师啊 他讲 莫错 不要再错下去了 不要再一直抓牛角尖了 道流 你只有一个父母啊 更求何物 你的父母在哪里啊 不是这一辈子的肉身的父母 不是上辈子的累生累劫 你要报恩的父母啊 你真正的父母 就是你的心 耳自反照看 你的心啊 生万法 那就像父母啊 生下孩子 一样啊 能生嘛 你的心能生 就是父母啊 你要反照 你就会看到你的心 在眼生出见嘛 在耳生出闻 见闻秀常觉知 这个心的作用由心而起 那我们知道啊 谁制造了这个见闻觉知呢 那就是你自己啊 那所以啊 爱啊要反照 反照来看 求心歇触 狂心顿歇 那就没事了 就不会呢 每天就是在那个地方啊 东奔西跑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开示 大德且要平常 莫做模样 就是平常心 你如果学佛学久了啦 你就会知道 这个就是平常心 你再怎么厉害啊 你也要吃饭 你再怎么厉害 你要睡觉 这个做了丰功伟业呢 不吃饭不睡觉 你一定会出问题 所以吃饭要怎样 锦衣玉食吗 你吃再多 最后啊 过几个钟头 就拉出来了呢 拉出来的这个粪便啊 非常平等 都很臭 所以呢 你没有什么了不起啊 那你说 这个实在太珍贵了 我这么高贵 我怎么可以去拉食呢 那你就想的太美了 除非你不是人嘛 是人喔 不管再怎么高级的人喔 你都要拉食喔 这叫做平常 那你拉食的时候可以优雅吗 你也没办法啊 莫做模样啊 优雅的拉食 那还是拉食啊 拉出来的还是很臭啊 所以你说 不会我们都很香 那你就太严重了 所以啊 你平常呢 都要吃饭 都要穿衣 都要睡觉 都要拉食 都要走路 那就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啊 纵使你是转轮胜亡 抱歉 你依然还是要做一样的事情啊 那你为什么还要装模作样呢 要一个样子 那个样子是什么呢 不是高高在上的样子啊 就是平常的样子 很实实在在的样子 就是一个人的样子嘛 人模人样啊 有一般不是好物突驴 那这个在告诫谁呢 就是要告诫 有的人喔 他真的 一般人喔 他真的不是 不知道 不认识你喔 你是大师吗 哎呀 大师没有啊 求别人认识啊 你就是不是大师 所以当有人呢 哇 这个不是好歹啊 他也不太懂 不知道你是谁 好物突驴啊 你是谁 你是一个很高贵的吗 还是很卑贱的呢 一般人不认识喔 所以会怎样 即便见神见鬼 指东化西 好情好语 如是之流 尽须抵债 向眼老前吞热铁丸有日 什么意思呢 因为有很多修行人 禅宗的人 或者是出家人 他就是啊 对一般的 愚痴的 这什么叫愚痴 他其实不是愚痴 是因为他真的不懂啊 他没有办法分辨你是好师傅 还是坏师傅 你是厉害的 还是不厉害的 那真正厉害的呢 就是慈悲 待人 平等 适之 但是啊 那个有三两三的啊 想要装神弄鬼的啊 就来狂骗渔夫啊 狂骗这个不是 没有办法分辨的人呢 就开始见神见鬼啊 指东指西 是不是 就在那边装模作样啊 这样子的人尽须抵债 完蛋的啊 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地狱啊 去严夺王面前啊 做什么 吞热铁玩 你这是有机会的哦 你要有机会 好人家男女啊 被这一般野狐精魅所酌啊 便及捏怪 瞎女生啊 所犯前有日在 你要怎么办啊 你不可以啊 这个傻傻的被骗 好好的人家啊 男女啊 这是来学佛 基本上啊 就是有一点善心嘛 有善根 那善根呢 虽然是有 可是有时候是智慧不足哦 那你不要呢 就变成 利用别人的这种蒙昧之心啊 不能够分辨的这种 愚痴啊 什么愚痴啊 大部分的人呢 都是这个看相应嘛 我相信这个人 我就呢 言听计仇啊 那如果呢 学法是依着自己的好恶而学 那就非常危险 但是呢 红法的人呢 如果依着好恶而红 度众生就是 嗯 这个人对我很好 所以我就想度他 那这个人呢 不认识我 他又没有崇拜我 他也没有对我好 他也不是护持我 我干嘛度他 那你就是怎样 装神弄鬼啦 那好好的 学佛的善根哦 就被这样子的野狐精魅 就被迷失了 你惨了啦 就也在告诫啊 这个 红法之人 修行之人 不要装神弄鬼 不要装模作样 就是老老实实的修行 我们宁可呢 被看成普通人 也不要被看成神人 你的造神很危险 是很容易啊 一忙一重忙啊 那怎么办呢 你要红法啊 你要有法师的身份 法师的身份没有说你一定要装神弄鬼啊 没有人规定法师就是要有神通啊 是不是 法师就是以法为师 以法师人 你好好的把佛法介绍 讲清楚 说明白 不要装 不要自 似懂非懂 装作懂 那才是老老实实的啊 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 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 我们要依法 以法为师 依法师人 这样子就没有问题 不会呢 跑到严罗王那边去吞着铁丸啊 这个真的是很严重 好 时间不多 大众继续精进用功 狂心顿蝎 蝎吉菩提